刚刚啊,有个朋友 加完我微信之后啊 说我给胖哥转一千块钱 救济一下胖哥的生活吧 哎,我觉得挺好的,挺感谢的 结果呢,出了个岔子 为什么呢? 等他把钱转过来的时候啊 这个微信提示啊 这个注意资金安全 小心这个诈骗 所以呢,这个钱就没能转过来 没能转过来呢 那他就提,那个朋友就提示 我说胖哥,你看看是不是你的账户出现异常了 我呢,就去查了一下 而且呢,就按照那个 网上说的那个 那个交案的方法 去查了一下 查了一下呢,发现呢 账户都是正常的,没有这个异常的情况 哎,我就跟这个朋友说 我说你再试试,要不然 然后呢,我这个朋友呢 哎,又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我要让其他的朋友试了一下呢 哎,就行了 我说这就挺纳闷的 我说别人就行 他就不行 但是他给他的朋友转呢 又没有问题 咱也不知道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微信 是下什么大旗呢 搞得这么神秘 对吧 就,就一千块钱 这个就不让收了 我说那真正有问题的 对吧 我看他也没拦住我 这个真的,咱也不懂 他下什么旗 咱也只能玩反转旗了 自己在家里没事干 哎,然后一玩完了 谁输了 咱晚上就吃哪个 也就这样了 得了 跟大家就这么先扯两句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